黄英的身份证一直由父母保管 她没有身份证又是怎么开房的呢 张金梅觉得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王军垂涎女儿的美色 故意让她喝醉再带去旅馆 而这个酒局其实是早有预谋 侵犯她 为什么这么说 她怎么给她喝那么多酒 她怎么不阻止呢 你说是不是 喝那么多酒你怎么不去阻止她呢 还说是什么朋友 她那时候都应得及时去报警 那么当天凌晨 王军究竟是怎样 和没有身份证的黄英入住酒店的呢 记者来到了事发的旅馆了解情况 旅馆的服务人员告诉记者 事发当晚是王军先行一个人单独来酒店开了房 再出去把黄英带过来入住 当时服务员担心会出意外 曾经阻止他俩入住 被王军痛骂了一顿后 只得同意两个人进房间 早上六点钟 王军曾经离开过房间 十几分钟之后他又回到了房间 几个小时之后 是王军向酒店工作人员求助 说黄英出事了 黄英的死亡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了解案件的进展 记者来到了负责调查此案的派出所 派出所的民警告诉记者 据他们初步调查 这起事件有可能只是个意外 王军蓄意谋害黄英的可能性不大 要想揭开黄英死亡的真相 还需要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